香港人很懂捕捉市場的動向 看準機會參與有利可途的投資 這種生意眼已經成為香港的特色 本港的出口成就加上龐大的土地需求 都在80年代初期帶來有史以來最發明的階段 就是在這個背景情況下 地鐵計劃發展另一條新線 它就是港島線 1982年初地鐵已經每天載客75萬 全灣支線通車後載客量更增加到125萬 地鐵還不斷地加強服務 推出儲值車票 地鐵公司當時大約有4000名職員 還繼續請人 當時唯一令人擔心的問題 是該公司的資本貸款利率異常高企 不過當國際金融市場穩定下來 情況已經有了改善 為於九龍灣的地鐵公司行政總部已經落成 而在九龍灣車廠上蓋的41座德福花園樓屋也已經員工 這個物業是該公司土地發展計劃之一 德福花園深受置業安居者歡迎 大部分的單位都在公開發售後幾個星期內賣出 對多數家庭來說 德福花園已經成為安居樂業的理想家園 將高層樓宇和地鐵營運設施互相結合 在當時是一個獨特的設計 結果證明這個設計既周全又可獲利 德福花園平台下設有各類工場 配有專門設備保養地鐵列車 由於德福花園的成功 地鐵公司決定在荃灣作同樣發展 綠陽新村這個高層物業就建在另一個車廠上面 到1983年中 地鐵公司新主席李奔上場 廣島線工程進行得如火如土 這條線比起以前那兩條建造難度更高 費用也更惡貴 廣島線的行車隧道全長10公里 有12個新車站 計劃中的第二條過海隧道 將由第二間公司起 1989年完成 未展開隧道工程前 承建商曾經在完善多個地段 進行鞏固土壤工程 將幾百萬公升的化學劑和水泥 浸入泥土 在最好的土質中 滑隧道已經是藝術多於科學 更何況在惡劣的土質中 轉滑港島線 其中一半隧道是在軟土中轉滑 其餘在硬石中滑挖的應該是比較容易 幾複雜的形狀都可以用炸藥滑移 像這條護手電梯隧道和通風井 由於岩石可以獨立之城 除非裂骨處處 否則是不會排去上面地層的水分 引致泥土沉陷 對工人來說 在岩石層工作通常都比較容易 因為它比較乾爽、整潔 和香港其他土質比較 岩石層應該是隧道工程的理想施工地 岩石隧道一般都襯以就地灌饒的運營土 需要用精密的模板 乘客隧道就用特製的模板 而行車隧道就用活動模板 駐完模後隧道永久結構已經完成 岩石隧道在柴灣伸出路面 為進行柴灣車廠結構工程 要滑去部分散播 單是港島線的隧道工程圖織 已經是數以千計 無論是乘客隧道、車站或行車隧道 所有工程細節都要預先策劃好 每個項目都要核對多次 有些施工技術 在前兩條地鐵線 只是有限度採用過 但在港島線就用得比較廣泛 而解決很多別構和地質問題 以前用過的隧道設計 再次用在港島線 遠土用圓形隧道設計 岩石層用U字形設計 不過設計仍然有不同的地方 雖然物業發展計劃 已經確立了地鐵站售票大堂的位置 但是車站月台就起在隧道裏面 而不是用除滑除鋪方法起 避免影響路面交通 在售票大堂工程展開之後 可以看到一些教授香港歡迎的施工方法 手滑沉上這種起地機的方法 已經很少用在世界其他地方 港島線大部分售票大堂 都是同時用這種方法 從由上而下的滑掘方法起的 至於由下而上的方法呢 就很少用到 在每個售票大堂 需要滑移大約十萬立方公尺的泥石 有個承建商 更在基岩柱設立特製正台街 輔助每日由上而下的滑掘噸位量 還有運營土 官僚量數以百萬噸計 當售票大堂工程不斷向下伸展的時候 用壓縮空氣發起的隧道 亦同時點滴完成 越來越近車站 挖隧道不可以缺少的一種機器 就是隧道盾 它不單止保障施工安全 還有很多功用 就這樣看隧道盾 又笨拙又免洗 但是用來挖隧道就最適合 所有在軟土中轉挖隧道的襯點環節 挖用鐵 挖用預製運營土 由於這些襯點很重 所以要用機器鋪上 隧道盾後面的設備 就是要來這樣用 這裡看見的預製運營土環節 放在隧道盾的樹立器下面 用扣針鋪緊 然後在隧道中雪鑽鋪上 為了洗環節 能夠放在正確位置 隧道盾要不規則地移動 來做拼合 然後打入螺絲釘 將環節固定 為加強支承力 再打入彎形螺絲釘 隧道盾就轉舉到下個施工程序 向前推動 盾後面的水力裝鋤 推向襯點環節 將整個盾推向前面的裝鋤 裝鋤邊縮邊支成隧道面 如有足夠空間鋪上下一批襯點 隧道盾就停止推動 向前面的滑臂就可以大展身手 由隧道面滑掘泥土 對 為了 為了 無期待 好 我們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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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